我們其實在這兩年 就是因為受到 COVID-19疫情的影響 其實大家都不能出國 所以絕大部分人 就是在島內旅遊 加上台灣其實 疫情控制的還不錯 所以我們在島內旅遊的 頻繁的次數增加了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人不斷的在島內玩 不斷在島內玩 但其實我們要提供大家 另外一條就是說 可能很多人沒有想過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可以來進行一個 教堂之旅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部分 事實上在近年在天主教會 有幾位朋友在推行台灣的 San Diego Compostela 這樣的一個宗教聖雅各之路 他們已經初步規劃了幾條路線 通常我們想到可能說西班牙 San Diego Compostela 那條800公里長的一條道路 那現在在台灣事實上 就說我剛才講的 在天主教團已經開始規劃 有三條道路 比如說東海岸的教堂之旅 還有中部馬尼諾會議的教堂之旅 那再來就是南部的 道明會市的教堂之旅 這就是我們待會兒要來談到 是那談到的今天的就是 萬金大教堂跟嘉平 就可以是這條路線的一個 一個代表做一個 很可以聊的一個題目這樣子 對那為什麼在特別在這個疫情之下 你把聚焦在台灣 尤其是在南台灣的這兩個教堂 大家都很想知道說 為什麼會聚焦在 這南部的這兩個教堂 而且它是一個原住民的教堂 是 OK 其實萬金大教堂是台灣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建於1869年 1870年 對是一個非常 台灣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所以光在歷史意義上 它就已經是非常有名 而且它是一個殖民地式的 一個拔洛克殖民地式的 一個一棟建築 是就是 我們這邊有準備了一些 老師的一些照片 可以看得到 老師可以看一下 是 就說這個就是萬金教堂 是萬金教堂 就在大五三下 大五三下 那所以說 剛才講說 這個教堂本身就具有 是在歷史上 人文意義上 都相當具有代表意義 也就是在19世紀所建立的時候 我這邊找到資料就說 它是1870年代 在西班牙道明慧神父所創建 不過到後來到了19 因為有一些是歷史上面的原因 所以在1960年的重修 1984年教宗落望保祿二世 還將它列為是宗座聖殿 它目前是台灣最古老的 一個教堂 那其實呢 大家對它的印象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年的12月8號開始 它就有一個聖誕期 然後它的聖母會遶境 大家就會 很多人 對於萬金教堂的印象 如果有看過那個 遊行的遶境的活動 其實大家就會印象非常深刻 尤其像現在 應該說這幾天 這幾天在萬金教堂也有活動 那他們可能會用一些光雕的方式 來呈現 然後來做一些活動 包含跟屏東縣政府的合作 然後將整個南部地區 屏東地區打造一個 不僅是觀光 而且是一個宗教的 一個很大的盛事 這個部分是非常的特別的 但我很想問問老師 就是說您第一次看到了萬金教堂 您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跑過了很多教堂 那我覺得萬金教堂 我想第一個印象就是很漂亮 除了一個白色的建築物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大武山 而且坐標地理坐標環境都非常好 我想任何的讀者們只要去到 觀眾們只要去到那個地方 它的格局很方正 腹地很廣大 所以我想第一印象就真的覺得 這好像有點像一個 天國之村的一種感覺 為什麼叫天國之村呢 因為整個萬金跟赤山村 它老百姓居住的土地上 基本上80%人屬於教會所有 它在前傾的時候 當舍父們去那邊開教建教堂的時候 那邊當地的住民 原來本來都是平埔族 都是平坡族 那它外面是 前面是客家人客家族群 後面是排灣族群 所以這些傳教是為了保護這些教民 吸引他們來信教呢 除了給他們講道理 給他們東西吃 也給他們買了很多田地 讓他們在那邊種植 那這樣的一個結構呢 在當時的臺灣的彰化 羅素天主堂跟高雄 玫瑰堂也是這樣 可是後來隨著社會土地改革呢 羅素跟玫瑰堂的土地都放掉了 所以今天它只剩下 教堂一個小面積 但萬金很有意思 整個村子80%的土地 仍然在教會的手上 所以老百姓居住的房子 他們只有產權 那每年仍然是要付一點 少量的那個房屋稅 要付給教會 教會統籌再給政府 所以那個地方你要去那個地方 為什麼感覺那個氣氛那麼特殊 因為它那邊已經有160年的歷史 就是信天主教的160年歷史 所以整個每一家每一戶 他們的那個進去的那個政廳裡面 以前都是有祖宗牌位神仙 你全部都是聖母瑪利亞像 你真的會去到一個 這真的很特別 非常特別 就是你到這個村落的時候 你不是只看到了這個萬金教堂 而是它的腹地周圍 的家家戶戶裡面的白色 都是它的信仰 宗教信仰 都是天主教 而且你在從那個 內埔鄉下來的時候 如果從客家部落 五溝水那個地方 進入萬金村的時候呢 正前方的萬金村前面 就放了一個巨大的聖母像 然後在萬金村 還有很多聖母像 就有點像台灣的土地廟一樣 坐鎮在 老師說的這個聖母像 在這上面有嗎 這張沒有 這是他們萬金 那個鐘樓底下的聖母 這張聖母是 這麼漂亮的華麗聖母 就在12月8號那天 他要聖母遊行的時候 才會扛出來 它平常是在裡面 放在那個大教堂的鐘樓底下 萬金聖殿有兩座 漂亮的聖母像 一座是放在那個祭台正上方 但是當年是一百多年前 從西班牙轉展到 菲律賓運過來的 這尊也是 那這尊是放在鐘樓底下 所以它是從 西班牙運過來的 原來的西班牙運過來的 那真的是非常有歷史 都是有歷史的 那這尊你現在看到聖母像 它是平常都放在鐘樓底下 這尊聖母像跟一般老百姓 更密合 為什麼 因為大家很習慣 就是站在鐘樓底下 那個小聖母像 那個聖母像前面祈禱 甚至在萬金的老百姓 很有趣 他們那些遊子們 離家之前都會來跟聖母媽媽 打一聲招呼 回來之前也會跟聖母媽媽 打一聲招呼 所以那個聖母像 已經一百多年來 在那邊就是很給人家 一種回家的那種感覺 那離家的祝福 所以你剛剛問了 我第一印象的時候 就是你去到那個村子 你就會發覺說 真的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像有人跑到北港 跑到北港一看朝天宮 周圍你就說 哦 媽祖娘真偉大 因為所有的黎民百姓 都是圍著這個媽祖像 產生她的生活 還有她的生命形態出來的 萬金村也不例外 老師有什麼樣的推薦 什麼樣的行程 或說你第一次 到了萬金教堂的時候 應該看它的什麼部分 還有當然很多人的旅遊 是搭配著美食 一起在進行的 就是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是說 我先布好了我的美食 要吃什麼之後 再進行我的旅行的安排 老師有什麼樣的推薦 我想一個最經濟實惠的一種做法 就是獨自民要是自己前往的話 我們先講好了 做大宗工 大宗裝裝工具的話 你可以搭台鐵 搭到潮州站 一個大站 每一個火車都有停潮州站 那潮州站就有接駁公車到萬金 相距只有十幾公里 很近的一個距離 你可以從潮州直接過去 那你要是自行駕車前往的話 最方便的路徑就是走北俄高 那國號山 國號山路線 那你國號山路線往南走的時候 你可以在內埔交流道下來 內埔交流道下來 那內埔是一個客家的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城鎮 那裡面就有很多美食 還有什麼巧克力 很多很好玩就吃不完了 然後內埔下來之後呢 你再開車開個差不多十幾分鐘 就可以開到的萬環鄉的萬金村 萬環是不是要吃萬環珠椒 對 所以萬環就在萬金 事實上萬金大家堂屬於萬環鄉 就是萬環珠椒就在位處於 萬金大家堂正前方四公里的地方 很近的地方 所以你在那邊可以 大家也可以知道珠椒 那還有到了萬金村之後呢 事實上萬金村在那邊 有一個小店賣本燉飯湯 海鮮的本燉 我們這些廣播下 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你現在問當地人都知道 一碗差不多六七十塊 非常的澎湃 都是那個店家 早上去市場買的新鮮的海鮮 所以你喜歡吃東西的話 好好這個就夠你吃了 那還有就是說呢 在整個萬金家堂 後面那個嘉平村 大五鄉地方呢 這幾年有在推展咖啡 有推展咖啡 所以你可以喝到很棒的咖啡 然後甚至說 我今天好像在幫屏東 縣政府做公關 那在那個萬金村的旁邊 一個嘉佐小鎮 一個閩南聚落的小鎮 嘉佐小鎮最近也把那個 當時被荒廢的嘉佐教堂 也修復了 可是屏東縣政府把它 規劃為一個可可園區 所以你要到嘉佐 那個小教堂的可可 也可以吃到新鮮的 那個可以喝到新鮮的 可可買到可可做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歡吃東西 那你是不缺吃的 就整個那個地區是這樣 那所以在整個玩法上呢 你可以做一個一日遊 就是以萬金教堂為主 但是你也拜訪 萬金後面我書中主角 另一座教堂 嘉平天主堂 因為兩個距離不到兩公里 然後再辦法在哪座教堂 之後還可以再到 去到旁邊的武壇 烏拉伍茲 瑪士教堂 然後甚至你願意的話 你沿著嘉平天主堂往上開 你可以看到整個那個 大五山的那個北大 就是南大五山的登山口 那地方就有很多的沿途 都有很多的賣咖啡的賣青石 而且那個風景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看到大五山 那個這樣繞到舞壇下來 或是再繞到那個 整個的古羅工廠那邊下來 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我想很多讀者 可能今天觀眾朋友 聽到我這樣講就是說 你不要只去到一個萬金教堂 你就跑掉了 是在萬金教堂的前面呢 就是客家聚落 我書中所寫的書 為什麼那麼好玩呢 因為它以前自古以來 就是各種不同的種族 聚落在那個地方 那今天看起來很和諧啦 十九四就是一團混亂 就像那個斯卡洛一樣 我打你 我打你 你打我的 很嚇人 所以說你到了萬金村呢 如果想要是說 本身你要是吃了還不過癮 你就再往前倒五溝水 兩公里的地方 你可以吃到很棒的客家粄條 客家美食 那你還不過癮的話 你再往前再兩公里 就可以吃到萬輪的豬腳 所以我想這一趟旅行 你可以好好的規劃一下 吃喝完了你會很開心的 而且還會有風景 而且更重要一個事情 你還會得到心靈的慰藉 這個很了不起 你剛才講的那個嘉平村的教堂 第一個它是台灣 第一個原住民部落的教堂 還有我剛才應該跟我聊天的時候 我想到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我不是很喜歡旅遊嗎 其實我們一天到晚到一個地方 去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都是單點 或是一個很側面的就進去了 其實現在台灣的旅行方式 我覺得應該 不是應該早就應該這麼做 就是說我們提供它一個觀點 提供它一個故事 那現在你到那個地方來的時候 那些東西對你都是活的 等於說不只是吃完東西就走人 所以以嘉平教堂來講 我稍微跟您聊一下 也跟觀眾朋友們聊一下 它為什麼這麼特殊 因為萬金大教堂是在 1859年的時候 就有神父群那邊開建 可是一直整整到了 快要90年100年的時間之後 他們才有機會 把宗教信仰帶入了嘉平部落 因為前清的時候 所以他們深入到的 整個社區中花了很長的時間 對 因為前清時代是漢藩隔離 那日據時代又高壓統治 根本就不能來往 一直到差不多民國38年 就是1949年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管制比較鬆的時候 山上的原住民可以下到 山下來跟人家以物易物的時候 那在萬金大教堂裡面 有一位潘林環良女士 是一個傳道員 就很想跟原住民去傳道 可是一直沒有機會 以前在政治的隔閡之下 後來有一天 她就是山上來了一個母女 一對母女 那這個後來這個傳道女士 跟這個小女孩打招呼 發現還有發燒 就跟那小女孩媽媽說 因為她會說日文 她說那孩子生病了 怎麼樣怎麼樣的 結果後來那媽媽就很著急 結果這位潘莉良花女士 就跟她說不用著急 這是一般漢人所講的出麻疹 然後我幫你找醫生來治療 怎樣怎樣的 那10天之後呢 這一對原民夫婦呢 帶著一個小孩 就來拜訪這位女士了 盛莊來拜訪這位女士 所以就讓那個 這位傳道員就知道 這孩子病好了這樣 後來當然她就發揮了 她的偉大傳道員的精神 原來那位富人家 竟然是排文族的頭目 劉春梅女士 那她就跟劉春梅女士講說 不是我治好你的孩子 是天主治好你的孩子 他們一開始應該沒有 很難去想像說是一個天主 因為排文族應該有自己的 一個信仰 可是他們的信仰 事實上在過去的日據 日本佔領時代的時候 50年來把他們的文化毀壞的 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當這個信仰這樣 她就後來這位女頭目 就很歡迎他們去山上傳道 所以就這樣整個的 在大武山地區 就開始很多的 那個原住民百姓 皈依了跟信奉了天主教 所以那後來呢 她成為台灣原住民第一座教堂 所以1953年 劉春梅女士 把她家土地捐出來 所以先蓋了一座教堂 後來在2014年的時候呢 高雄的主教 劉振宗主教呢 又再畫了一塊地 再建了一座新的一個大教堂 所以呢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座教堂 你可以說她很乖章 很原住民風 我覺得她很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說事實上 她可能在整個宗教格局 跟建築上 她是犯了很多錯誤 甚至說不成熟 但是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說 這是明明是一個外來信仰 先是在萬金村的 一百多年後 將近一世紀後 她傳到了嘉賓天主堂 就是1953年 1950年進去的 那現在是2021年 70年後的今天呢 她把當年的那些 傳教事件的殖民地 是雜柔式的建築 一一的重新翻修 在一位杜永雄神父的主導下 一一翻修 所以今天有會看到 阿豹金曲獎裡面歌曲 他那樣很富有 原民風 原術的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 很有意思 很了不起的 一個歷史 文化 宗教的一種演變跟傳承 所以呢 我因為看到了一個 嘉賓村的 這樣的一個新的建築 我才會回頭有能力 去再寫一個 所謂的萬金的故事 如果我們只想到 萬金大教堂 可能就調到19世紀 就沒有故事了 可是就是說 玉蕭龍 你是先 先拍的這個教堂 我事實上 整本書的一個起心動念 是從嘉賓來的 因為萬金我太熟了 可是我的熟 就停留在某一個 特定的時空 那我覺得那個特定的時空 我覺得它對讀者們 已經是非常耳神濃強 不需要我在添油 加速再多說什麼話 我一直看到了 嘉賓這座教堂 我才覺得說 哇 太有意思了 因為兩座教堂 間隔將近90年 100年的時間 然後從一個族群 到一個族群的 這樣的脈絡的傳承 然後又再到建築風格的演變 所以也因為看到了 這座新的教堂 我才產生了那個題目 雙唐記 就是沿用狄康斯 雙城劇的卷頭 應該是最好的時代 最壞的時代 我想那個19世紀 那個有名的小說 那個卷頭 今天換到了我們這個地區來 換進去 一樣是可以 我想說讀者在這邊 我們剛才先講到的是 從口腔起的吃東西開始 可是你真的到這個地方去 除了吃東西之外 你會發覺它非常的豐富 在人文的歷史上 就像你看連這套衣服對不對 你可能就平常看了 你就不穿了 可是這個衣服 我就覺得它充滿了 滿滿的祝福跟正能量 跟正能量這樣子